知名作家韩寒在晒出自己的女儿小野后,莫名其妙成了国民岳父,引发了众网民的狂欢,而冯绍峰也加入此队伍中。 4月19日,冯绍峰通过微博晒韩寒片场照片,并称呼韩寒为岳父。 对冯绍峰的调侃,导演王小山却转发微博,并骂冯绍峰恶心。 王小山微博称,还能再恶心点不?你直接叫爹好不好?随着此微博的曝光,王小山也遭到网友的围攻。 有网友称,小山兄,你不知道韩寒已经成国民岳父了吗? 王小山回复道,网友开玩笑也就罢了,一个明星如此龌龊,肯定是脑供血不足。 随后,在同一天的20点14分,王小山再次更新微博,称,一个明星管同龄人,甚至比自己还小的人叫岳父, 千万别说你学网友开玩笑,扯淡,要么你是杨振宁,要么就是犯贱,真想不出别的理由,你直接叫爹不好吗? 并爱他冯绍峰,而网友纷纷坐不住了,替冯绍峰打抱不平。 有网友转发王小山的微博并写道,这跟你有毛关系,韩寒写作比你强,赛车比你强,拍个电影比你强,生个女儿也比你强。 而王小山也不甘示弱,回应称,我比他高,对于王小山不断的谩骂,网友纷纷转发并留言力挺和少风。 有网友称,一个大家喜闻乐见,可供调侃的称谓而已,你这个也计较。 有网友解释道,那就跟毕福建的毕老爷叫法一样,一个调侃的称谓。